今天是11月9号 2021年星期二 今天呢 也看了一下这个特斯拉 有好多的股民们讲这个特斯拉 前些日子也一直在听说特斯拉要跌 或者就说马斯克要卖10%的 他自己的股票来付税 然后呢 今天就跌了 大跌 跌了11.99% 这是盘后 所以呢 是盘后一盘前 他现在的价钱还是 一千两二十三 我对这只股票呢 他到一千二的时候 我就看他 一直涨得很凶猛 我对这只股票呢 一直没有敢买过 但是呢 我知道 这个他跌到五百多的时候 我也没有敢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有朋友呢 买了他 然后赚了一倍了 分了股之后 又赚一倍 所以他已经赚了两倍了 然后这只股票跌到 我也在观察 跌到五百多的时候 在这儿嘛 和在这儿 五百多的时候 探过两只笛 我也在观察他 因为什么 我没有敢追他 知道他什么地方是顶 也不知道 但是呢 当时在年初的时候 当要快卖特斯拉的时候 还在顶部的时候 就有消息 就看到消息说 Nancy Pelosi 她已经买了 PUT 买了做空特斯拉的股票 当时还有人说 有一个博主说 哎呦 特斯拉还能看空他 好像有点嘲笑的口吻 但是呢 就过了不几天 就开始特斯拉大跌 现在呢 跌了几次 也没有跌下过五百多块钱 但是这个五百多块钱 我看到了 我没追 我不知道 还是 佩洛西有没有平仓 她的做空期权 现在呢 她在这个位置 又整整升了一倍 朋友们 看到了吗 就说五百多 在这抄底的人们 如果触了两次底 W底 然后在这 又回到五百多 这个位置我看到了 然后一直往上攀升 并且在这加快了脚步 又大拉涨 然后就在这几天的时候 就在这几天的时候 就又有口 这个风口 又有口线冒出来了 特斯拉 Elon Musk 他要卖股票 而且让他的这些是什么 要进行一下这个Volt 让他卖还是不卖 他都可以 但是如果他要卖股票 为什么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还有庄家 要想看空他 看空他真的就 已经一天之内 刷走了多少天的利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整整一个星期的 这个爬升的这些 价格 一天之内全部给打下来了 所以下面的走势 应该怎么走呢 我希望大家呢 听了我的这个视频呢 看了我的视频 也请和我分享 我觉得 是否再会看低 看到这个高点呢 这个点 916呢 还是这个点 754 还是这个点 474 这个点 这个点 523 然后是这一点 392 他到底能走到哪里 是否有庄家继续 要在这儿 早就埋伏了 他已经在做 看空特斯拉的期权 然后在一定的位置 再收钱 再继续拉涨 所以请大家呢 小心 不再被高位套牢 不被高位套牢 那么有些朋友 在这儿如果买进去的话 如果没有出来的话 就被高位套牢 但是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解套呢 那就看庄家 我觉得 Elon Musk 他做这一份 都是有计划的 这些都是庄家 给放分了 这只股票 让他跌 让做空的人们 在顶部建仓 做空 这只股票 所以呢 股民如果听明白他的话 或者是 给全世界都放分了 他要 这只股票要跌 人家真的跌下来 但是跌到什么位置 还继续听他放分吧 还是看 佩洛西的老公 不是也在炒股吗 而且是高手 所以呢 是否 他们已经在顶部 做空了特斯拉 或者在他急拉的 这些过程中 在某个位置 已经做好了 做空的期权 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吧 反正 他的第一个支撑点 是在这儿 是吧 八百多 第二个支撑点 在这儿 所有的 股票 我估计 都是有人 在计划当中 是不是利用马斯克的嘴 然后让全世界来做空它 然后打低到几百块钱 那就是庄稼的事 还有全世界股民的事 这个 这个特斯拉能走到什么位置 估计还是来庄稼说了事 第一个支撑位在这里 八百多 八百九九 九百块钱吧 大概这辈子 然后 我从来不碰特斯拉 太贵 太贵 当然 如果要做多的话 一直持有的话 也是可以的 也是不错的 不也是翻倍吗 但是呢 因为有佩洛西 还有她老公 他们一直在这里做操纵 或者是炒股 所以这支股票不好拿 你一定要看他们的颜色 看他们的计划 看他们是怎么做特斯拉 那才胜算 胜算率会大一点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支股票呢 所有这些 股票市场上的 这些股票都是由庄家来操纵 庄家在利用人们 这些散户的力量 再推一把 那么就会形成 他们的钱就会省一些 那么大多数的股民们 渐渐利用这些散户们的钱 渐渐推高 或者是渐渐的下跌 这些都是庄家们放口声 放口信 放风声 放消息 让股民们 跟风 就把股价 推高 或者是压下来 所以呢 有些股票 都是庄家利用消息 拉涨 或者打跌 打压 这次就是用 Elon Musk的 自己的话 把股市给拉下来了 另外 Elon Musk的弟弟 还是哥哥 弟弟啊 上次卖股票 就有这个 就开始下跌了 所以观察Elon Musk的弟弟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炒这只股票 就看他的行动 因为他们手里握的股数 股票 很多 所以insider trading the stocks trading这些股票的话 他们一定要公布 所以呢 他卖 你就卖 他买 你在买 他买 也会看得到 可以看机构持仓 还有这么多机构 在持有他 但是 总持股数 降低了52万手 分析评级 要到1400 多少个评级 40位分析师 综合评级 那么强力推荐呢 这么多 中性的呢 是占最高地位 买入的15% 加上27% 那么他就会变成42% 那么大于这个 所以说还是买还是卖 请自己做好功课 我从来没有交易过这只股票 但是 但是 消息我都在看 这只股票太贵了 买一只就要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 我能来小股票 买500股或者1000股 这个都不一定 但是呢 要长期握着的话 有些股票也 也有翻倍的机会 但是呢 这只股票是大家热门股票 所以呢 明天还会涨 还是跌 估计也会有一些人 buy to cover 就是说要获利平仓 让他盘后情况 所以在这儿横住了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 如果这只股票 想跟踪呢 探讨呢 研究呢 都可以研究 你看他 W底 对吧 W底 然后上上下下 这都是庄家 给庄家机会上车 涨到这儿又拉下来了 给庄家上车的机会 然后再找横盘 还是给庄家上车的机会 看日线图 给庄家上车的机会 对不对 在这儿拉涨 是吧 交易量很大 打下来 这都是把这些 这个持有者 震出来 给它震出来 他这个止损点 或者什么 这个支撑不得不错呢 还是到这点 就支撑上去了 这个也是 所以说 特斯拉这些支撑点 还是有作用的 你看 这个支撑点 在这儿也支撑住了 嗯 然后呢 这个支撑点 支撑住了 在这儿 这就支撑住了 然后它拉涨 然后下一个支撑点 就在这儿了 在这儿 892 大概这样子 800多 863呢 或者是在这儿 900块钱 顶住 能不能顶住 顶不住呢 就向下探 探到这个位置 下面这位 773左右 77 大概这儿 左右 或者在这儿 740左右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分享这个 别的呢 没有什么好分析的 大家呢 就是看这支股票 所以我呢 觉得它走到一半的时候 这这个在这儿 见底的时候吗 不是500多 就说的600块钱 翻倍了吗 在这儿就 就往下来了 所以说 翻倍的股票 记住 就是你 出逃的时候 在这儿500多吗 600块钱 就说 这个多数的 建仓者是在这儿 这个附近 600块钱 翻倍了 1200块 就要出逃 上次 特斯拉也是 双倍的时候 就是说翻倍的时候 被出逃了吧 是不是 上次在这儿了 390 400 400左右 500 然后到900 然后到900吗 就在这儿 也是翻倍的时候 下跌 然后打到这儿 一半 然后上去的 然后上去的 然后又拉低 又给你进仓的机会 所以这次有可能在这儿 900块钱左右 有可能在900块钱左右 或者是887啊 就在这条线左右 如果气稳不再向下跌 是可以进仓的时候 如果没在那儿停住 在这儿了 掉到700多 你也是可以 住不进仓 还是怎么样 能不能打到这儿 那看这个原来的情形 好像不能 这儿给顶住了 支撑住了 在这儿的支撑位 然后回探两次 然后庄家吸够了货 拉长 这一次能否到这儿 或者是到这儿 可以拭目以待 第一个建仓位 800多 860多 第二个建仓位 760左右 哪要能跌到500多 那就更好了 所以呢 但是如果它再涨 升到一倍的时候 就是卖出的时候 出局的时候 OK 好了 不多说 喜欢的朋友 和我意见一致的朋友 请给我个点赞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 我们在评论区 评论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那么点赞订阅 分享评论 祝大家 晚上好 OK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